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特尔特声称重新思考南海争端对中国而言是重要的 因为这有朝抑郁将成为一个爆发点 因为头脑发热的指挥官可能会偷动扳机 他还向公众保证 他会在任期结束前和中国谈谈领土争端 视频在此 视频制作 观察者望唐莎莎 据美联系报道 杜特尔特此番是对中国罕见的公开批评 而演讲的听众 包括了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和其他外国客人 在南海问题上指责中国的同时 杜特尔特也在演讲中赞扬了中国提供的帮助 他表示菲律宾改善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而中国并没有向菲律宾所求什么 对于和南海人公岛有关的问题 中方曾多次进行说明 去年3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旅行记者会上回应 有关南海岛交新机场建设问题时说 南 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建设 是为了改善住宿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更好的维护自己的主权 同时提升有关岛交的民事功能和国际公益服务能力 更好的履行国际义务 至于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或者部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 这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也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和自保权 中国南海警告越来越频繁 美联摄乘菲律宾政福的一份报告显示 去年下半年 菲律宾军用飞机在南海海域中国建造的人工岛附近执勤时 至少收到46次中方的无线电警告 两周前 菲律宾对中国越来越多 得下起进入南海的飞机船只发出警告表达了关切 这两天 从菲律宾总统府到军访 南海话题的曝光率也明显增多 菲律宾DMA新闻网13日原以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加贝兹 菲律宾DMA新闻网13日原以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加贝兹 表示该国军舰集军机经过南海 每次都会收到中国无线电驱离警告 几乎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同一日 菲总统府发言人哈里罗克 哈里罗克 也在记者会上放言 中国的警告无法阻止我们 我们会继续飞行 维护我们的主权 若有必要 菲律宾飞 行员将为此牺牲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哈里罗克图 菲总统府当地时间8月9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记者诞成美国海军P8A海神侦察机 飞越中国南海 期间菲律宾已为中非南海联合开探成立技术工作小组 7月23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国情咨文 提到中非关系时 他高度评价两国在打击快国伴随和禁毒等领域 合作的同时也表示中非关系改善不代表被放弃南海权益 对于分歧 双方正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友好处理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24月的旅行记者会上表示 杜特尔特总统就职以来 中非旧南海问题一直保持顺畅有效沟通 积极开掌对话合作 维护了海上形势总体稳定 这一发展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愿同飞方一道 继续妥善管控分歧 聚焦务视合作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们还将继续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建地区规则 推动南海行为转折 磋商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就在8月11日 菲律宾国家通讯社 菲律宾新闻社报道着 飞方已就中非南海联合勘探成立了技术工作小组 TWG定义将此进展通知中国 报道着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 Ellen Peter Cayetta 能时日表示 我已同知中国驻飞大使 我们正在筹组技术工作小组 卡耶塔诺说 中国驻飞大使赵建华对此表现得非常积极 现在等着与中方技术工作小组主席见面 感谢观看